在网路上张贴人寿焦的图片违法吗 中央大学的教授何春蕊因此被控告防害封化 不过台北地院一审判决无罪 何春蕊今天高兴地说 他的性学网站全面恢复 欢迎大家上网浏览 一步出法庭地检署外响起支持的掌声 因为张贴人寿焦图片被以防害封化起诉的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 台北地院一审判决无罪 他说这对台湾社会算是好事一件 即使今天判了无罪 性言论却已经受到扼杀 学术界和运动界的寒蝉效应已经发生 而台湾距离用理性开明的态度来思考人类的性百态 尊重性少数的文化差异恐怕都还有一大段距离 举同志书店男体杂志被没收起诉 以及姐妹电台女同志教育节目被新闻局罚款为例 而春蕊说她未来计划推动两项改革 亦是她的性解放学术网站内容将会更充实 为了继续教育我们这个对性非常无知 但非常渡恨的社会 性解放学术网站已经全然恢复 动物链网页比去年更为充实 欢迎大家参观网站 充实知识 开阔心胸 以便积极地抗拒狭隘心态的道德义愤 另外何春蕊也表示 要以这一次的司法经历 着手推动修改侵害人权和隐私权的恶法 重新运作的网站计划活动形成满党 何春蕊希望更多人以正向思考 面对性学研究 第一遍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很关注的是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 所主持的性别研究网站 因为可以直接就连接到人受交的图片 那么经过民间团体检举之后 被检察官依妨害风化罪嫌 来起诉的这个案件 他被地方法院今天一审宣判 法官认为这些图片是属于研究的范畴 不算故意散布 因此判何春蕊无罪 判无罪的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面露笑容 接受学生跟支持者的欢呼 虽然打赢官司 不面对镜头 何春蕊除了表示欣慰 还有不少感触 以使今天判了无罪 性言论却已经受到扼杀 学术界和运动界的寒蝉效应已经发生 而台湾距离用理性开明的态度 来思考人类的性百态 尊重性少数的文化差异 恐怕都还有一大段距离 这起官司是因为何春蕊主持的性别研究网站 被发现可以连结人寿胶图片 结果被十多个团体联合控告 妨害风化 去年年底被警察官提起公诉 不过法院经过半年的审理之后 推翻检方的看法 认为这些图片属于研究范围 因此判决何春蕊无罪 经历这次事件 何春蕊感触良多 不仅宣布恢复性别研究网站 也呼吁社会大众跟司法单位 重新思考对性文化的看法 今天晚上我会把我收集到的这些原交和自拍 被起诉的案例 送给人权团体 然后一起讨论 怎么样去处理目前司法体系当中 对于这一些朋友的言论自由 和表达自由的严重伤害 何春蕊说 台湾对性文化的态度需要解放 不管未来检方会不会提出上诉 他都会坚持自己的理念 中天新闻 丁国军薛刚志 台北报导 我们看到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 他在网站上提供人寿胶的照片 被控告这个是妨害风化 不过今天获判无罪 而代表民间团体控告的出版评议会 认为何春蕊根本就是以学术来绑住色情 他们虽然尊重司法判决 但是觉得很遗憾 你们将会商量 是不是要再提出上诉 消息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何春蕊 在学校的网站性别研究室当中提供了 人寿胶图片的网站连结 结果被检方以妨害风化罪起诉 那么台北地院上午是一审宣判了 何春蕊获判无罪 那么他和他的学生也到现场聆听结果 为记者问到 那么对于这个自拍原教有没有罪呢 我们来听听何春蕊怎么说 学生们高兴的庆贺 因为他们的教授何春蕊被控散布 委写图片的官司 一审获判无罪 我很欣慰今天司法做出了 尊重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判决 然而被起诉这个事实 本身就是一个紧缩社会空间的惩处 即使今天判了无罪 性言论却已经受到扼杀 法官依据大法官解释文 认为在何春蕊的性学研究网站当中 人寿教的图片只有整体内容的一部分 难以认定这些照片就算是猥亵物品 因此判何春蕊无罪 而教授何春蕊表示 他接下来会将原本已经被撤掉的 性学研究网站重新恢复 同时将推动修法 让部分原教以及自拍的行为也能够合法 因为这也是种属于人类性的模式 收集到的这些原教和自拍 被起诉的案例 不能够在没有讨论 没有理解网络的操作状态 就任加用最严峻的法力来对付 虽然这官司可能会进入二审 但是这次宣派 学术自由战时战胜了 检方以法律二座的行政 战役上会结束 同志仍需努力 同志仍需努力 中心新闻末号是周启明 S女小组 台北来了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 在网站上面张贴人寿胶的图片 结果被检方依妨害风化罪 提起了诉讼 不过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一审宣判她无罪 很多妇女团体表示遗憾 但是何春蕊的学生欣喜若狂 学生们高兴的庆贺 因为他们的教授何春蕊 被控散布猥亵图片的官司 一审或判无罪 我很欣慰今天司法做出了 尊重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判决 然而被起诉这个事实 本身就是一个紧缩社会空间的惩处 即使今天判了无罪 性言论却已经受到扼杀 法官依据大法官解释文 认为在何春蕊的性学研究网站当中 人寿胶的图片只有整体内容的一部分 难以认定这些照片就算是猥亵物品 因此判何春蕊无罪 但这个结果让当初代表民间团体 控告何春蕊的出版评议会表示遗憾 同时认为何春蕊是以学术绑色情 以色情绑色运 负面的教材伤害了社会 这样的言论并没有影响何春蕊的计划 他表示接下来会将原本已经被撤掉的 性学研究网站重新恢复 同时将推动修法 让部分原交以及自拍的行为也能够合法 因为这也是种属于人类性的模式 收集到的这些原交和自拍被起诉的案例 不能够在没有讨论 没有理解网络的操作状态 就任加用最严峻的法力来对付 宣众关系可能会进入二审 但是这次的宣判学术自由 战时战胜了 检方以法律而做的行政 战役下位结束 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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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民 S女小组 开北百达